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因为当你不断参与视镜及拍摄工作时 你将没有闲暇时间做一些正常小孩该做的事 虽然瓦昆菲尼克斯还是个童心时 并没有像猪娥 巴莫莉摩或麦考利 克金那样风靡一时 但在1982年到1989年期间 他也参演了不少电视剧 并在突破25马赫及温馨家族中饰演重要角色 瓦昆菲尼克斯或许没有成为最受欢迎的童心之一 但他的遭遇却可说比其他知名童心来得更糟糕 当时瓦昆他父母及他的兄弟姐妹 都曾加入恶名昭彰的邪教 天赋的儿女 这个教会因教育而涉入鼓励烂交和儿童间的性行为 因此备受争议 而他父母阿林级约翰正是该教的传道士 虽然两位最终在瓦昆三岁至四岁期间脱教 但这段黑历史却深深影响了他的成长时期 阿林与约翰应传道工作 经常带上全家大小行走拉丁美洲 在没有实际收入的情况下 孩子们被迫在父母传教时 在路边向行人乞讨破活 依据瓦昆哥哥瑞凡菲尼克斯的说法 他们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外的家 实际上是满是鼠患且没有洗手间的喷雾 瓦昆在接受访谈时 多次声明他的父母加入天赋的儿女是不怀恶意的 因为他们自己也以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心灵伙伴 另外他也真称当他父母意识到组织有问题时 就马上全家脱教了 尽管如此 依据瓦昆其他家人的说法 误入邪教的经历 为他们人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天赋的儿女被指控鼓励孩童性行为 不管是孩童与孩童还是与成人 但必须强调的是 瓦昆从未说过他曾接触过这些行动 但哥哥瑞凡曾在细节杂志上声称 自己在四岁时就失去了童真 瑞凡也在这之后 形容过该邪教为恶心 并且破坏人们的生活 在1978年 瓦昆其家人脱教后重返美国 这是他们家族的新篇章 是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 而他们也把原有的家族姓氏巴顿改为菲尼克斯 寓意像凤凰浴火重生一样 虽然美国的新生活与在委内瑞拉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代表往后的一切都会无往不利 首先他们全家人乘坐货船 经历千辛万苦偷渡重返美国 在抵达美国后 瓦昆在洛杉矶的童年只能以贫困来形容 这段经历的细节及时间点非常模糊 我们只知道 瓦昆一家人曾一度无家可归 而被迫在车里过夜 他们家庭七位成员 也曾居住在只有一间睡房的公寓里 至于菲尼克斯家的孩子们 也从在南美洲乞讨 改为在洛杉矶街头表演讨生活 虽然他们当时只希望三餐得以问宝 但菲尼克斯小孩在街头级才艺节目的各个演出 最终获得了才艺经纪人 爱丽丝·帕顿的青睐 以此瓦昆及瑞凡兄弟的人生才有了改变 并成为了真正的明星 正所谓人怕出名 猪怕肥 在他们成功的背后 也有许多逃不开的烦恼 例如被公众不断解释的一生 以及无数不在的自我毁灭机会 瓦昆演员生涯最成功的时刻 也经常伴随着人生的最低点 这里面发生了许多事 但简单来说 瓦昆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 曾有严重的酗酒问题 作为一名力求森林奇境的方法派演员 他在2005年的《玄图有你》中 全情投入饰演传奇乡村歌手 约翰尼·卡森 而约翰尼有这一连串吸毒及酗酒的记录 而这两者不良嗜好 最终也找上了瓦昆 这部电影最终把瓦昆职业生涯 推向另一个高峰 也让他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但却也同时把他送往街铸中心 除了《玄图有你》外 才能方法拍演技的瓦昆 也在其他作品惹上麻烦 在2010年尾纪录片 《我依然在这里》中 已经宣布退出大萤幕的瓦昆 似乎有意在饶舌的音乐中 寻找新天地 在外人看来都以为他疯了 当时人们猜测 瓦昆是否已失去理智 特别对他在大卫 莱特曼秀的古怪行径感到不解 到了最后人们才得知 他实际上只是在饰演职业生涯 陷入谷底的明星 事情是这样的 接着在公开场合 瓦昆也同样全情投入饰演这个角色 他事后也承认 他自己对这项拍摄的需求 也有所疑虑 但不管如何 即使没有完全说服自己 他依然没有退出制作 并且继续为了这部电影 而不惜在大众面前出丑 这也难怪演戏会给他带来如此焦虑 这也难怪演戏会给他带来如此焦虑 这也难怪 瓦昆菲尼克斯的一生 无论是童年还是现在 都经历了不少苦难 但如果要说一个最令人伤感的事件 那大概就是他哥哥 瑞凡的不幸一年早逝了 黑剧主三年10月31日 瓦昆 瑞凡及女友 沙曼山马西斯 以及他们的妹妹瑞恩 一同前往洛杉矶著名夜店 毒蛇房 瑞凡本该在晚会与 呛纳红交乐队 被尸首的跳蚤同台演出 然而在当晚 这位年级清新的艺人 因吸食诉求过量 即海洛因及骨科检混合物 而不幸死亡 当时瓦昆立即打了911球救电话 该谈话内容 最终被无良的泄露公开出去 并成为接下来数周的头条新闻 可想而知 年仅19岁的瓦昆 在哥哥逝世后不堪重负 将近一年的时间拒绝露面 最终才再次出现在美光灯下 而这就是瓦昆菲利克斯悲惨的一生 他虽然是这世代最著名的演员之一 但我们敢保证 没有人会想重复经历 他所经历过的一切 你很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